我裝完冷氣以後 全熱交換器跟廚師機 跟空氣清機機怎麼做選擇 基本上你應該不需要去裝 哈囉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三五箱賞物 我是Tab 今天的賞物說說 我們請到旁邊這位重量級的人物 我們啦長期代理一項廚師機的產品 大家好我是創神科技的CTO 我叫MK 今天這一集內容會非常有含金量 因為這也跟大家的生活息息相關 可能會圍繞在很多個家用的大型電器 冷氣機啊 全熱交換器啊 除濕機啊 空氣濾清器啊等等 這些MK因為自己做了非常非常多研究 今天他帶了非常多的 已經長期使用過的耗材 對還有一些我們公司所做的產品 對設備 好那待會會一一給大家看 那首先先想說請MK跟大家解釋一下 現在居家的空氣系統 有哪些 然後分別功能是什麼 因為現在要嘛是不能開窗 因為外面很吵 或者是外面很多粉塵 或者是現在冬天濕氣很重 如何分辨這些機器 還有如何使用它們 我大概這樣子分類好了 現在居家的空氣控制系統 大概會分三類 第一類我稱它做冷氣機 冷氣機主要功能是做什麼 大家都知道嘛 它是控制溫度 第二類我們叫做所謂的換氣設備 換氣設備又是做什麼功用呢 它主要是控制居家空氣的含氧量 那第三類就是所謂的除濕機 那就是控制家裡的濕度 設備的話就是這三類 沒有冷氣機是不可能沒有買 而且冷氣機也比較沒選擇 對 可是還有一個叫做那個 空氣清淨機 或是空氣濾清器 這個為什麼沒有算在這裡面 因為其實我剛才所講的那三類機器 其實已經結合了這個空氣清淨的功能 其實空氣清淨的功能 其實講白了它的原理也很簡單 它只要有一個抽風扇濕網 它就可以達到所謂的空氣清淨的功能 像現在的冷氣機 其實有些品牌 它已經有把空氣清淨的功能做在裡面 換氣機 其實只要你放了濕網 它其實你就可以號稱它 是有空氣清淨的功能 只是說濕網分很多種 不一樣的功能跟等級而已 出接濕網出毛線 那有些會濕所謂的味道 對有些可以過濾甲醛 有些可以過濾PM2.5 其實只要在空氣過濾的換氣過程中 放入了濾網 它就是可以當作它就已經含有空氣清淨的功能 因為我們之前有買過那個 宜家1990的空氣清淨機 你是指地上型的嗎 地上型 要是你家裡沒有任何的空氣清淨系統 其實你就需要買地上型的來用 對合理 對 但是如果有了 除濕機 全熱 其實基本上你不需要額外去裝 所謂的空氣清淨機的系統 甚至你可以裝一個外接式的空氣清淨像 它就可以達到空氣清淨的功能了 那我想問那個換氣 應該是走全熱交換器可以換氣嗎 是嗎 我先講說何謂換氣好了 只要室內的空氣和室外的空氣 有在做一個交換的過程中 我們就稱它做換氣了 那窗戶打開也算嗎 其實也算是換氣的一種 而且它是現在最便宜的換氣方式 成本就是走過去的方式 對 不過當然它也有缺點在 第一個 因為現在外面的PM2.5很嚴重 所以你沒辦法保證 進來的空氣的品質 是什麼樣的品質 喔 了解 還有濕度 溫度 全部變成是不可控制 其實現在家裡的一些設備 它已經有換氣功能 四合一冷暖風機 那個是有換氣嘛 對不對 那個其實也有換氣功能 你只要把它切換到換氣 意思是講說 它會把你廁所的空氣往管道間 等一下 抽風機也算嗎 其實抽風機也算是換氣的一種 可是抽風機只有把氣體抽到戶外而已 沒錯 可是我沒有帶新的氣體進來有嗎 基本上它是這樣子 它會把室內的空氣往外抽 這樣子你的室內空氣就會形成負壓 那我請問你 室內形成負壓 它有可能一直負壓下去嗎 不可能 它一定會往 比如說你的門縫 對 一定要從其他地方拉氣體進來 對 拉氣體進來 因為才會達到所謂的壓力平衡 對 對 對 所以其實它有達到換氣 可是它有幾個問題點 第一個 你沒辦法控制換進來的氣體的品質 對 它可能換進來更多的 二氧化碳 PM2.5 所以這種方式我們稱它做所謂的負壓式的換氣設備 比如說你剛才講到嘛 浴室的暖風機 其實還有一樣 抽油煙機 抽油煙機 抽油煙機不是專門把煮菜的油煙抽出去的嗎 那一樣啊 也是負壓 它也是負壓式的換氣設備嘛 對對 因為我坦白講一個居家不可能做到完全的震控 完全密閉 其實我們早都已經死了 因為沒有氧氣嘛 所以一定會有縫 所以你知道這邊是負壓 它一定會想辦法從壓力大的地方跑到壓力小的地方 最後達成一個壓力平衡 難怪那個家裡面有老人家 他們都是很喜歡常常開門開窗 然後他們喜歡那個空氣流通的感覺 其實它沒有流通 它進來之後發現壓力已經跟外面一樣了 它就不會動了 就進不來了 其實最好的方式是在對角的地方開窗 這種也是屬於一種換氣方式嘛 對 另外一種換氣設備 它也是一台所謂的抽風機 只是它相反 它是把戶外的空氣往內抽 可是它就有加了濾網 這就是全熱交換 不是 因為它只有濾網 而且它的換氣方式是 只是外面的氣體抽到裡面去 它跟剛才講的那種設備是相反 鎮壓 那這種是什麼設備 叫新風機 新風機就是它是屬於鎮壓 只是它有加了濾網的換氣扇 那新風機的是不是比全熱交換機要來的便宜 對 另外一種就是所謂的全熱交換 對 全熱交換基本上它的結構 它就是有四個管子 一個管子是從室內的空氣往外抽 另外一個管子是室外的空氣往內抽 當戶外的空氣往內抽的時候 它不會直接抽到室內 它會跟你抽出去的空氣 做一個混合才把它抽進來 那我舉個例子好了 比如說室內現在的溫度是25度 室外的溫度32度 這是指夏天嗎 對 要是我們只是純粹換氣 我們外面32度的空氣只往內抽 我們不做混合的話 久了之後 你這邊的空氣就會慢慢的升高 越來越熱 就會變成32度 對 要是它有經過一個所謂的熱交換機 這樣子它的平均溫度 可能就會拉到只是29度 哦 就不會一直無限往上這樣 對 比如說你開冷氣 可是你又覺得室內的二氧化碳濃度太高 很悶 你要是只是做開窗的話 第一個 戶外的溫度就會跑到你室內 那你的冷氣就會很耗電 濕氣也會跑進來 濕氣也會跑進來 要是你是用熱交換在做換氣的話 它會達到所謂的節能 那這種機器它最大好處是什麼 第一個它有PM2.5的濾網 進來的空氣品質是可控的 對 它的溫度跟濕度 我不能講說它是完全可控 它叫部分可控 完全取決於你室內的空氣跟室外空氣 差異大小 所以它就跟溫度一樣 它可以稍微做一些混合 那如果震壓跟負壓 這是兩種不一樣的話 它怎麼選擇比較好 如果只選一種的話 如果選一種的話 那我建議會選震壓 因為裡面是震 所以粉塵是跑不進你的家裡 啊 了解 而且全熱交換最好的話 是找到一些機型 它是可以做所謂的叫微震壓 有一定要跟冷氣一起使用 還是其實是不用 我這樣講 全熱的概念是你在做開床的動作 冷氣多多少少一定會被流失掉 只是全熱的流失會比你直接開床要少很多 我那這樣子一起開的時候 冷氣基本上出力會比沒有開的時候多 應該是講說它就不會達到你設定的溫度 而進入壓縮機揪眠 除非全熱交換器停止作動的時候 它認定你裡面的含氧量跟PM2.5都沒有問題的時候 它停止作動 那冷氣就可以到達它要的溫度 欸 好 聽懂了 哇 難吧 那接下來我們講一下我們除濕機好不好 因為除濕機是我們現場就一直有在整飾 其實我們自己是很喜歡這台除濕機的 但沒關係我們講的是所有除濕機的原理 好 那首先除濕機現在市場上比較主流的技術 我大概歸類為兩大類 一個稱作壓縮機式的 然後壓縮機其實它靠的那個物理現象叫冷靡 我這裡做一個最簡單的解釋好了 這邊我放了兩瓶水 這是常溫的嗎 這是常溫的 這是剛冰箱拿出來的 其實冷氣機的原理很簡單 它就是類似你從冰箱拿了一瓶水出來之後 冷的東西遇到熱的東西的時候 表面會產生冷靈現象 這就是冷氣最基本的除濕原理 所以它的條件就是溫差要夠大 像這瓶水為什麼表面都沒有任何水分呢 因為沒有任何溫差 當然我就不會有冷靈效果 這就是冷氣最基本的原理 然後冷氣就會要有個排水 就是排這個水出去 就是冷排 所以為什麼強調說 在夏天的時候 冷氣的除濕效果很好 溫差夠大 所以冷靈效果很好 那基本上在冬天的時候 因為室內的溫度會比較低 冬天不會開冷氣啊 所以冬天就需要用除濕機作為除濕 夏天可能就是靠冷氣 冷氣就有基本的除濕效果 對 沒錯 因為冷氣是內循環 所以你到外面去買除濕機的時候 它一定會在標示一個所謂什麼 溫度跟濕度 它外面一定會寫20公升好了 旁邊一定跟你做個掛呼 28度的時候 然後80%的時候 才有20公升 當不是這個溫度跟濕度的時候 它沒有這個能力 基本上它是不會達到所謂的20公升 質疑多少是砍半還是多少 那就是各家廠商有他們本身的一些數據在 因為原理很簡單嘛 冷靈嘛 我溫差不夠大 基本上冷靈效果就會很差 可能是沒有人會跟我們講 賣機器的人也不知道 就譬如說我們去好市多買 這樣應該不可以沒講吧 基本上他們只會講最好的數據嘛 對當然 如果你今天沒有講 我看不懂後面那個誇號的意思 這規範不好 所以為什麼講一到冬天 那台除濕機 我的水就 我除了24小時半桶都不到 因為條件不一樣 條件就變了 好這個就是一個最簡單的 那個地上型的除濕機的構造 基本上就一台壓縮機 這邊是冷靈片 裡面這個是蒸發器 其實它跟冷氣的構造很相似 以冷氣來講的話 一樣是一個壓縮機 冷的東西就是所謂的室內機 熱的就是所謂的室外機 對 所以這個就是一般的壓縮機式的 除濕機的構造嗎 對 有冷煤 把這些冷靈片 你可以摸一下 摸 喔 有點電喔 沒有電啊 那為什麼感覺濕濕的 它的基本的原理就是你看 室內的濕空氣經過冷靈片之後 因為熱的東西液到冷的東西 就會凌結成水分 然後這個就是壓縮機最基本的原理 然後這邊你有沒有聽到一個 壓縮機在啟動時候的聲音 是這個聲音 對 壓縮機在啟動的時候一個叫低頻噪音 不算很大聲 因為這台不算大台 對 對 然後上面就是風扇的聲音 對 所以就是說除濕輪的除濕機 也有聲音 但是非常的小聲 它基本上就是只有風聲 它不會有這種壓縮機 只有馬達 因為馬達現在都是很 它就是風聲 靜音馬達 對 我們只聽得到它呼呼的聲音 喔 OK 那還想問一個問題 那暖氣的話會有什麼效果 因為照理說開暖氣的話也有聞差 欸我這樣子講好了 這個就牽涉到所謂的相對濕度 跟絕對濕度的一些概念 在裡面 它的原理是這樣 當你的溫度上升的時候 空氣的分子體積是變大了 所以裡面的含水量是減少的 所以濕度是往下的 所以有時候其實你可以靠暖氣來改變濕氣 其實它改變的只是你的體感 還有相對而已 真正裡面的含水量是 還是在對不對 還是在了 嗯 絕對濕度是講說 同一個體積裡面含水量 所以真正你要除掉的是含水量 是絕對濕度 對絕對濕度 沒錯 可是絕對濕度沒人看得懂 因為絕對濕度的標榜是幾克 很像溫度計那個東西上面有辦法顯示嗎 沒有 沒有人會去標榜絕對濕度 因為絕對濕度它的單位是 20克每立方米 意思是講說 可能每立方裡面含水量就是20克 是多少 哦 對沒有人看得懂這個東西 欸我現在20克 哇很潮濕 我現在15克 所以這跟浴室的熱風 意思是一樣的 要是你發現我只要開了熱的東西之後 濕度往下掉 有可能是假性 因為就是 相對濕度 對相對濕度的改變了 剛才講到嘛 就是這個就是壓縮機的原理 對 溫差一定要夠大才會有效果 那另外一種就是比較常見的 除濕方式 我們稱它做所謂的除濕輪 除濕輪 除濕就是我們現在上面在機器用的 它靠的物理現象就是 吸附式 對 這就是所謂的廢石 因為它是個圓形的東西嘛 通常我們都會做成一個輪子的形狀 我就還沒有看過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 它就是吸水性很強的一個天然礦石 我這裡有帶了機器 大家看一下 不能敲喔 其實它很脆喔 不能敲喔 會有粉沉出來喔 你可以看一下 而且它看得過去 密度很高 吸附性很強的一個礦物質 對它有點像濾網 對就是為了讓空氣過氣的時候 表面積增加嘛 這樣子吸水性才會 看得到我嗎 應該是穿得過來 剛才已經有基本介紹了 壓縮機的除濕眼淋 現在我為大家介紹 除濕輪的除濕眼淋 我這裡有帶一個 我們公司產品的 這是解剖 這就是真正在我們機器裡面 裡面的 就是在這個裡面的 好我們看一下除濕輪的原理 基本上 你看這個輪子 它就是一直在轉動 當這邊失空氣 經過這個輪子的時候 失空氣就會被吸附住了 對 當失空氣吸附之後 跑到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是什麼呢 這是加熱器 它就會把裡面吸附住的失空氣 蒸發變成水氣 對蒸發變成水氣 沒錯 你講的沒錯 我厲害的 後面它會跑到一個 所謂的叫熱交換的系統 水氣又會凝結成水分 跑到這個水箱 通過抽水馬達 排到所謂的戶外 所以它的除濕的物理現象 它就是靠吸附 我不管30度的 那個失空氣經過它 還是0度 基本上吸附能力是不會改變的 因為它不是靠冷靈 它是靠吸附性 吸完的 失空氣再通過加熱 失空氣變成水分 所以這就是廢食除濕輪的 基本的除濕炎 對 因為它吸附在這個礦石上面 對 那我想問一個問題 如果在比較寒冷的國家 可能會下雪的國家 也不影響它吸附的功能嗎 不會啊 因為它沒有壓縮機 沒有所謂的冷靈片 會結霜這些問題在 對 它不會結霜 而且它還有另外一個好處 像我進來的空氣 比如說會有一些黴菌 或者是有一些細菌 可能就給費時吸附住了 當它轉到這個加熱器的時候 會怎樣 因為裡面的表面溫度 可以達到180幾度 所以基本上這些細菌 黑黴菌 就被殺了 被殺了 因為我們的產品 其實我們有去送SGS的實驗室 做一些黑黴菌的測試 還有細菌的測試 基本上它的移除率是還蠻高的 可以達到99.9 那我們一般基本上 如果是壓縮機的那些黴菌什麼的 它是怎麼處理 我猜測應該是沒辦法處理 因為它有很多冷靈片 只要你停止除蝕的時候 冷靈片表面一定還是有這些水分 對一定都是正常的 有水分就會有細菌的滋生 對 而且也會吸附 所以這個我們強調就是 記憶體防霉性 所以我們有提供這個三輪的照片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個黃黃的是什麼 主要是因為加熱器久了之後 有點被烤 被烤焦了 對 礦石怕熱 可是這個東西 對於那個除蝕量是沒有任何改變的 因為三年後的機器 我內部在測試 它的除蝕量 還是可以達到我們的設定的 機器的標準 那這個是Prococe它除蝕輪的方式 它最後是把它變成水 到水箱裡面從抽水馬臺 然後把水排出去 但是因為我們還有另外一台是浴室用 或者是更衣室裡面使用的 那它就沒有這樣排水 它是用另外一個原理 是HUMIJOY 那HUMIJOY幫我們解釋一下 它是怎麼樣把水分移除的 好我這邊今天也帶來一台機器 我可以把機器打開 跟大家解釋一下它基本的一些運作 好 它可以決定風往外吹還是往內吹 就是靠這個轉盤在控制 我的風要往內吹還是往外吹 室內換氣 我就是全部往內 戶外換氣 我就是把這個轉到一個地方 把風全部搞到外面吹 對 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浴室那一台的基本的構造 還有除蝕方式 失空氣從這邊吸進來之後 一樣你看 它一樣會轉到所謂的廢石 之後經過這個加熱器 你看加熱器在發熱 你看有沒有紅紅的 哦哦哦哦 它會把吸附在廢石上面的失空氣 然後經過加熱器之後 從這個風管排到戶外 所以它跟我們的那個Picoji 最大不一樣 就是它少了一個熱交換 這台基本上它是排時空氣 它不需要接水管 因為在浴室裡面也是 它那個當成排氣就排出去了 那是不是一定要當成排氣 只要你有辦法把空氣排到戶外就可以了 有一些的浴室裡面是沒有對外的風管 那個就不能用 那就沒有用 那其實它只是把你浴室裡面的失空氣 排到你的天花板 對 久了之後你的天花板是會發霉的 所以一定要排到戶外 這裡可能大家在選擇家電的時候 最常會碰到的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我到底要選擇吊影式的 還是落地式的 還是落地式的 你知道我都怎麼選嗎 你也怎樣選 看預算 看預算 好 我這裡有一個想法跟你分享一下 要是你沒有預算 而去買地上型的機器 可能冬天很冷的時候 你要買一台暖氣機 那因為沒有空氣清淨的工人 你可能又買了一台空氣清淨機 我請問一下 這三台加起來的坪數 面積大概會佔了你家裡多少的面積 加起來可能就一坪去了 那我問你台北房價一坪多少 一坪70萬 其實它才三台機器 你省了機器的設備 可是它佔用了你家裡一坪 哇靠 職業分析 職願勸敗 對不對 那還有另外一點 你也希望說你家裡裝潢前設計師畫給你的圖 這很漂亮的 我懂的意思 就是畫出來的圖很漂亮 剛裝潢完也很漂亮 但是等到你搬進去 東一台西一台 放的就是亂七八糟 然後放的亂七八糟就算了 還有很多線 對 沒錯 我最討厭線 還有安全問題線 因為這些都是高耗電量 就有一個危險性的問題 那當然 掉影師安裝費用 機器單價都會比較高 這是沒錯 而且它還要考量另外一點就是 只要你是在天花板 你就必須要開維修孔 要是很在意美觀問題了 其實這一點也是要拿捏一下 這個就還好 你看這個我們現場 因為你是工業風 工業風是沒有殺 可是即使我們有包天花板 包完就是長這個樣子而已 再來一個問題就是說 有人說除濕輪比壓縮機的機種是耗電的嗎 這一點是沒錯的 因為剛才已經有講過 除濕輪它需要有一個加熱器 去把廢石裡面的吸附的水分給蒸發出來 加熱器其實是一個比較耗電的 可是壓縮機照理說也耗電 因為現在壓縮機的技術做得比較好 越做越省電 可是加熱器的部分其實還是 就是固定的還是會固定的 一定要到一個溫度 它才有辦法把水分蒸發 對沒錯沒錯 每一個產品一定有它的優點跟缺點 選擇一個產品適合自己的 需要的或者是環境需要的 我覺得才是比較重要 我舉一個例子好了 你是住在山上嘛 那山上溫度就是普遍偏低嘛 就算你知道說壓縮機比較省電 可是它冬天就沒什麼效果啊 那其實也沒什麼意義嘛 那我這樣反過來問 那到底它的電量耗費差異多大 好要是你講說開的時間一樣長的話 比如說壓縮機平均400W 費時可能要到700W 有一個觀念要跟大家講了 機器在運作的時候 大家的耗電量是不一樣 比如說現在你的房子的濕度是80 你用壓縮機從80降到60 因為冬天溫度比較低 它花了兩小時 每小時比如說400W 花兩小時可能就800W 800W嘛 好費時因為它的除時效果會比較好 它可能只花一小時 400W 對就可以達到你的設定的點 從80降到60 那相對來講 因為它運轉時間會比較短 因為我家裡也有使用 我是覺得它還有另外一個優點 就是說它冬天的時候 可以取代所謂的部分的暖風機 因為它出來是熱風嘛 所以基本上你會發現你開完之後 你家裡的室溫會大概提高個兩三度 其實我開了它之後 我又不用開暖氣 相對來講 所以其實這種都是不一樣 它完全是原理完全不一樣 對 所以這很難單純用耗電量去評量 最後一個問題 我買了新房子 那冷氣我不用講 冷氣一定得裝 我裝完冷氣以後 全熱交換器跟除濕機 跟空氣清淨機 這大概怎麼做選擇 基本上你應該不需要去裝空氣清淨機 因為現在的 空氣清淨機長太大 因為現在除濕機或者是熱交換 它們一定有空氣清淨的功能 基本的空氣清淨機 其實已經蠻不錯的 算夠用嗎 就算你覺得不夠用 現在你可以裝外接式的空氣清淨箱 也可以達到空氣清淨的功能 可是有一些空氣清淨機 它有強調有除甲醛的 除非你是要求這個東西 熱交換或者是釣飲式除濕 沒有辦法做到的 那你就只能選地上型的 那空氣清淨機排除以後 那冷氣一定要花 那我剩下全熱交換器跟除濕機 這兩台一起買一起開 有沒有問題 開全熱交換 其實就等同你做開窗的動作 是沒兩樣 開了除濕機之後 再把窗打開 基本上你的濕度就降不下來 你除了也等於白除 只要有打開所謂的熱交換 除濕機其實就是關掉了 會比較省電 不然的話其實是沒意義的 因為它一直把外面的濕度 給抽進來嘛 那我懂意思 就算這兩台都有裝 一次也開一台而已 基本上是 你一起開當然就是 你有錢就可以 對對對沒錯 可以這樣子說 你有錢就可以 照你剛剛講的意思是 窗戶打開關起來的話 欸那不對 那我除濕機就好 因為我除濕機 也有空氣濾性器的功能 全熱的功能是換那個 有含氧量的空氣進來 但是也是要空氣濾性器 那但除濕機如果都有的話 我就不需要裝全熱交換器 嚴格來講是這樣 你是指 全熱交換用開窗取代嗎 嗯 那 你可以啊 要省錢的話 這種做法也可以 也可以 就會造成我剛才所講的 進來的空氣品質不可控 噢對噢 PM2.5 當然預算夠的話 通通有還是好 好啦 那反正呢 我們今天這集就分享這些知識 給大家知道 但你今天都來了 我們是不是要抽一個獎品給大家 可以啊 可以啊 那就抽我們浴室那一台吧 HUNIJOY 現在正裝在我們的廁所 其實我們以前拍過的影片裡面 就有講到 其實我最喜歡是它的面板 非常的時尚 看起來很好看 淺色或深色的裝潢都很好搭配 尤其它外面摸起來 有點像是鋁的質感 然後它的印金顯示上面算是 資訊量非常的完整 那你可以藉由 每一個不同按鍵的功能 去調整你需要的功能 每一台HUNIJOY 它基本的功能有6個功能 而且有一個非常厲害是乾衣 台灣冬天都是蠻冷的 所以它實際很重 如果我們洗衣服 家裡面沒有烘衣機的話 你要掛在陽台 它可能兩三天真的衣服都不會乾 你就可以放在浴室 用它的乾衣的功能 等於它就幫衣服除濕 然後其它不管是涼風除濕 暖風除濕 室內換器 室外換器 它那個安裝很容易 對 如果你你家已經裝潢好了 突然要加一個Picocci 就要拆天花板 對沒錯 所以基本上Picocci都建議 金裝潢的時候安裝 可是浴室那一台 其實後裝 後裝也都沒問題 所以我們抽後裝的 因為這樣大家 真的不會說抽到了 裝不上去 對沒錯 那我們抽一台HUMMI DROY 只要分享加上留言 我需要HUMMI DROY 我們的影片也在臉書上面 所以你們可以重複去留言 你就有多一個機會 我們YouTube抽一台 然後在臉書上也抽一台 因為我們這次送的獎品 真的非常高單價 所以你抽到的可能會要扣稅 那到時候我們會把活動辦房 放在底下資訊欄 你家會需要專門的人員去安裝 但安裝就請大家自費好不好 那但是就跟我們聯絡就可以了 好啦 那我們今天謝謝MK 謝謝幫我們講這麼多 哇 絕對濕度的觀念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我們節目的朋友們 記得幫我們按讚分享 訂閱追蹤我們IG 更多的討論 歡迎去我們臉書的討論區 想要支持我們拍更多影片 可以購買我們賴鐵圖或訂閱我們的會員頻道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 大家再見 掰掰